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介石有一个爱写日记的习惯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 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几乎中国所有的大事情都能够在他的日记中找到 而蒋介石的日记中也会记载一些只能自己知道 而不敢外露于人的事情 其实蒋介石的日记公布并没有多久 蒋介石死后 他的日记也一直由他的儿子蒋经国代为保管 蒋经国死后 蒋家在台湾的势力逐渐丢失 而2000年 民进党的陈水平为了竞选 更是不惜推翻蒋介石 将蒋介石的雕像 纪念碑全部砸管 然后鼓动民主游街示威 蒋家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民进党等人的掌控能力 甚至连权力都受到了他们的威胁 有一部分过激者 为了能够找到推翻 关于蒋介石的言论 威胁蒋家的后人 让他们交出蒋介石的日记 希望从中旬找到一些线索 为了不让蒋介石日记 落入民进党手中 蒋介石的后人将其送到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蒋介石的后人过分地相信了美国人 美国人对于蒋介石的求知态度一点不比民进党差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开始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日记 并将一部分蒋介石日记公布于众 其中最让人好奇的 是蒋介石在1949年的日记中 很突兀地出现了白团一词 并且频率极高 白团是什么 成了人们最好奇的东西 其实白团的全称是日本军事顾问团 这个顾问团的团长 是清华日军的少将傅田之亮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白红亮 所以 蒋介石直接将其称作了白团 而白团最为特殊的是 他里面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全部是清华日军 无论是我党还是国民党 都与清华日军有着血海深仇 蒋介石为时 怎么要专门建立这么一个顾问团呢 原来这都是蒋介石为以后反攻大陆和与我党的内战做的准备 蒋介石留学日本三年 推日本的军国文化 都一直抱有尊重的态度 日本人战败后 蒋介石将这些日本将军请到了国民党军队中 让他们代为训练 在白团的带领下 原本已经被打成散沙的国民党军队 竟然成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战斗力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不过蒋介石的这些举动 受到了许多国民党高层的反对 但蒋介石为了能够取胜 已经不管什么民族大义和是否正义了 这样不顾一切的国民党军队 相当于已经失去了民心 怎么会取胜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